有被动的时候可以给猴子医你 没有被动的话就乖乖在后面站着 你看我身上被动的那个CD 这技能CD没好的话 你就在后面先站一会 反正每一次猴子要医你的话 尽量等你的被动好 你看我被动好了 我走上来给他医 这换血是不会亏的 就站在这里他可以医我的地方 要补刀就尽量先用Q补 需要留被动 你只要留被动的话 他就不敢 不敢一上来 我被动A了 但是我两级了 再Q他一下 你看我刚刚留了被动 这个猴子不敢一 他会玩的 他知道我留了被动 所以没敢一 我后面A那个小兵 是因为A那个小兵升到两级 所以我才把那个被动A了 留了Q 打猴子前击就这个小 特别小的细节 你只要会这个细节的话 带地人打猴子一般不会太难 留被动 没有被动就不要给他赢 这样让你安全升到两级之后 你就不怕猴子 你就丢筒子 就不用怕猴子 要是怕猴子 用Q强女筒 你就站进草这边 把筒子丢在草里面 他就A不了你的筒子 我都带字幕的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可以关了 在右下角弹幕旁边 是可以把字幕关了的 再Q他一下 现在就不要让他推兵线了 现在这个兵线是反推线 反推线的话 你把兵线控制 消耗他 但不要追他 目的就是让这个兵线 推不进我塔下来 他没分身的 凯旋加饼干死不掉了 反推线不要给他处理完就行 就利用这个反推线 让他着急 不给他推完 他一时务上来打 没抢到筒子他就会死 在塔下消耗他的时候 Q跟E要分开用了 先Q他一下拉开 然后丢筒子 等他补刀的时候 再杀他一下 后面再摆一个筒子 等他补刀的时候 我再Q他一下 要是不敢补刀 他就无限漏打 消耗他的时候 旁边尽量要留一个筒子 以免他直接反打我 然后我没有筒子 来反制他 哎呦 WTF 所以要摆一个筒子 他把Q交了 他的伤害就不太够 不要走得太近去Q他 我怕在塔下被他击飞了 这个刀肯定要补 他补这个刀 就挨打 就 攻打 挨打 他死了 他死了不用追 他没死我就开打 他死了 他根本币我 他死就在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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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